大家好,我是小狼,昨日五狼足成员算是长脸了,最后阶段绝杀铁锤帮,送给对手四连败,结果并未按预期的路线发展。 好吧,接下来就是半个月的国际比赛日,连赛单关也将停歇一段时日,趁着最后一波热度再来一手,且看今日单关场次,来万特vs巴伦西亚,周日006西甲来万特vs巴伦西亚基本面,近期状态,上赛季末段,来万特一顿操作猛如虎,球给保击成功,朱帅帕克,洛佩斯得以留任。 本赛季开局则是客场取胜主场落败,球队在稳定性方面,仍旧稍显不足,巴伦西亚上赛季算是一军突起,球队也是成功杀入欧冠区。 本赛季开局一平一复,未尝胜季,状态并未恢复到相应的水准,交锋记录,双方尖十次交锋,来万特四胜两平四复,与对手平分秋色,而主场对阵巴伦西亚时,来万特四胜一平,占据绝对优势。 主队拉力强,盘路面,压盘出盘,受平半盘,客队高水,盘路整体较为示弱,当前盘口,受平半盘,两边均水,大小球盘,出盘给出2.5。 大球高水盘口,对比亚盘盘路,大小球盘整体较为合理,目前维持2.5。 大球低水位置,盘路合理情况下,本场方向难辨,不过应该有球进,其进球数在盘口上下浮动可能性最大,因此进球数2-3个,结语,以基本面来看,来万特拉力较强,盘面来看,后期来至受平半均水位置,盘形,结构胜负格局。 但是出盘失弱情况下,下盘给的过于明显,本场看上,进球数2-3球,本场单打负过关,仍旧以100元投注为例,100元负,回报比例是,105%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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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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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